比較嚴謹地作出相關規定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根據當時審計處給了一個報告 給了很多很好的意見 我們都參考他們的意見做了更新了我們的章程 一些審批的規定 還有一些就是監管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公監辦 公監辦他們有一個法律制度 我們都會根據他們的法律制度有三層 每一層都有不同的規定 很嚴格地進行相關的規定 我都相信就是文化發展基金 在現階段他們因為都是剛剛推出不是太久 未有見到就是有一些是違反規定而取消的 我們資助了那個項目 怎樣令到它是可以不停地發展 不停地進步呢 這個除了政府或者是基金的力量之外 我們亦都希望可以在業界方面 譬如說一些已經成功 或者一些企業可以帶動一些新的 剛剛發展的一些中小企 或者是剛剛初期發展的一些民創企業 他們進步了 希望做到就是一句就是以大大小 這個我們都是在做一些規劃 希望是可以做得到這樣 有關他說的出發展 對方的大小企業 是不送給你 感谢观看